好,我們回到軍事導航的節目 軍武器言 我是Larry 我是Alex 今集先為大家奉上最新的軍事消息 我們先由歐洲講起 先講英軍 英軍最近要測試F-35B 因為它有新的航母艦 伊利沙伯女王河 試航 但它上面是沒有機器的 而之前的AV-8B其實已經退役了 退役了 退役了 所以現在它是屬於沒有艦載機的航母艦 所以現在要試F-35B 讓它起降 好像交了貨了吧 交了貨 但它現在要試 試也不是英國試的 英國王家海軍會有幾架F-35B 在哪裏呢 就在馬里蘭州 即美國Maryland那邊 有一個海軍航空站 就在那裏試 很棒的 在那裏試會搭了一個架 模擬它的滑跳甲板 講到滑跳甲板很棒的 如果我們講俄羅斯和大陸 它那隻滑跳甲板 不是裝在藍頭上嗎 是一體的 但英國那個不是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 英國的眼睛是怪怪的 原來英國那個是可以拆的 都半邊的 很棒的 拆了之後 就可以裝彈射器 就可以彈了 即是還差彈射器 可以等風頭號試完 是的 遲些可能整個電磁彈射器 如果它有錢的話 裝上去就彈了 但英國人這樣擋 可能都不會 當然先用 所以現在搭了個台 就讓英國國家海軍 當然這個很棒 下面的液 你會發現它會裝洗彈 有沒有留意嗎 裝洗彈 實彈試重量 是的 這個一定要的 因為首先都要知道 液載量是多少 基本上它會裝好 例如ARM132 短程 流星 流星就是歐洲的導彈 波路四營 精準的充名炸彈 還有內面 內面可以裝500薄炸彈 基本上它盡量裝得越多越好 試一下究竟它的聲力有多強 當然大家知道以前那隻 就叫做搖式戰機 那隻叫做AB8 AB8 所以現在希望它成功測試這件東西之後 以來的伊莉莎白女王號 就可以裝載這些艦載機 好 我們要說到伊莉莎白女王號 當然這隻東西之前就出海玩了 現在它回來 是 8月16日 終於回到它 沒有說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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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戰艦 這個沒錯 6萬噸 如果它排水量高達6.5萬噸 6萬千噸 用了31億英鎊 所以相當厲害 飛人甲板全長280米 基本上它上面裝著F-35B陰形戰機 如果你要它形成戰鬥力 大概是2025年左右 所以都要有些日子 基本上它每天都很厲害 因為它上面 基本上可以幫700個船員 3000份食物都可以提供到 所以其實 怎麼說呢 這個海市期間 其實它們都要盡量去貼實線的狀況 是 試一下廚房 還要廚房 沒錯 當然 現在伊利三百女王號 俄羅斯人會笑它 沒有牙老虎 伊利三百女王號就笑 俄羅斯就是這些老爺機 會出去獻西 對 對 副資料座呼吸聲 剛剛入廠 他一出來 對 他出來 他就是老人家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消息了 下一個消息 當然要講解放軍 解放軍出了一隻最新的無人機 這隻無人機很爽 這隻無人機 當然這隻是巨鼠 因為人們是偷影的 其實都不知道偷影 你特意放誤 研究了一隻新型 叫做掠海反南無人機 掠海之下就是低空飛 聽說它有多低空 這些叫做低低空 所以我們是叫低低B 超低空有多低空呢 大概距離海只有六米 是非常低 這個低因為地球有曲率 大家記得 地球曲率就令到雷達 偵測不到這部機 於是就增強了它 可以成功潛入敵陣的能力 殺對方一個操守不及 其實基本上如果從圖看 它的顏色你會發現 已經標了一個海軍很標準的迷彩艦 如果大家有印象 你有沒有印象 中國有一架叫056 應該不是06 應該是再小一點的 056也不夠小 一架再小一點 只是射導彈而已 那隻機 就是之前大陸 因為沒有052 沒有052C 沒有052D那些機 那些船 所以那時候就是出這些 導彈快艇 去對付敵人 它類似這樣的 迷彩藍色 基本上它的盡理度 就是在機身頂 為了避免 其實會吸到海水 吸到浪化 它最棒的地方 就是根據這個距離飛行的話 它基本上可以在25公里的時候 就會發現目標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會將它慢慢的機 再降低一點 那這個情況 就可以大概摘到 一千公斤的炸彈 一千公斤的炸彈 就已經可以炸船 所以基本上 這些人說 這是最新的航母殺手 我補充一點 這架的樣子像什麼 這架的樣子像什麼 這架像什麼 就是以前大戰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的戰機 叫櫻花戰機 櫻花戰機 名字很思義 很思義 意義是不是很思義 意義也很思義 當然要為天王犧牲 為天王犧牲 就是要捐軀 它是一個火戰型的小型飛機 當然要跟你的炸彈一起衝過去 一起變成櫻花 對 變成櫻花 自殺式飛機 明白 這架最新的無雲機 就不需要有櫻花 什麼櫻花 對 好 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消息 就講講北韓 大家知道北韓 之前豪然 來近八月 就會射四支洲際導彈 射四支 基本上四角形圍著關島 大概在四十至五十公里的情況下 就會炸落水域 警告美國說 我們隨時可以射到關島 我們還有一些遠一點 可以射到本土 上次講過最遠去到芝加哥 當然美國有時候 我們看回美國 會尿敵重寬 即是說可能你是吹水 但它會100%當你是真的可以 當然他們一開始懷疑 為什麼北韓會有火箭發動機 為什麼會這麼強 是這麼遠 對 於是那些人就想 其實你應該不是自己的東西 於是發生了一個報導 就說 有些專家說 其實北韓最近試的發動機 是來自烏克蘭的 即是蘇聯的三手貨 也可以這麼說 但仍然很厲害 那真的烏克蘭的東西 就可以在北韓的貨物 有一架叫做RD250的發動機 聽說就是這樣的 大家聽聽說 那些發動機 應該是由俄羅斯 或者烏克蘭的兵工廠 有些工人長期暴犯開 貪錢沒有辦法 都要養活一家人大小 即是那時剛剛說完 你去俄羅斯旅行 這些酒店 福特加 魚子像 給錢什麼都有 少少就有 於是北韓已經被聯合國制裁 但你制裁不了貪心的人 於是就透過一些犯罪網絡 有些人就說 可能透過一些暗網 那些落單 最後就去到 烏克蘭基本上就說 不關我的事 其實這些東西 真的應該不是由我 起碼不是由官方渠道拿到 即是可能有黑市的情況 是 經過西伯利亞鐵路 去到海參威 海參威 乘搭船那一輛北韓 我估計是這樣 這麼遠的水路 是 好像以前那時拖一輛 李華雅兩家號 兩家號 這麼遠的水路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差一點點 幾乎都入到黃海 鐵路快一點 鐵路快一點 俄羅斯的副總理 就這麼說 他說 如果沒有烏克蘭的人幫忙 沒有可能可以走私到 發動機和那張圖紙 所以俄羅斯應該踩一腳 我覺得他沒有理 俄羅斯幫忙 他都去不了北韓 還有俄羅斯的油會好一點 起碼又射 有時候可能 其實中共的油 就算很狠心接觸 其實俄羅斯只要沒有所謂 現在都說明 其實現在都暗語 俄羅斯幫忙北韓 俄羅斯幫忙北韓 暗餐 當然 下幅圖我們看到 北韓射關島 美國不可能不做反應 所以美國其實 原定都有 就是做一個月資自由維持軍營 這個軍營是每年都做的 基本上他們都會做 每次辦登陸好像仁川 是啊 很棒的 基本上這個聯合軍營 年年都有 今年有10萬人 美國自己士兵都有超過1萬5千人 所以是相當重視這次的表現 如果真的會落實行 即是人村德國之後 都可以最大型的德國行動 這個一定是整個東北亞大事 大陸之前說了 如果北韓 北韓撩你 我就不理 如果你打北韓 我就會幫忙 講到明白了 當然了 可能有些人會聽 那即是怎樣 即是這樣 即是大陸人說 你不要燒我 我就不理你 但是你搞個弟弟 炒了弟弟又會燒我 我就會動你 不過其實都是說的 說 印度一踩到胸口 都未動 其實真的很難說 這個月資自由維持 這個其實對大陸來說 大陸當然會緊張 但是北韓就會看到 軍演規模不會縮小 基本上北韓當然會抗移 但是美國也不理會 還有兩隻航空母艦 大家記得 卡爾文森號和列根號 都會去到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海陸空 三軍去做一個研究 其實都是自在下一下北韓 現在兩隻航空母艦 都等於半個美國海軍 如果現在現役有十枝 十架 十架有時有兩至三架維修 那你預算三架軍力 其實都很厲害 加上過一百架戰機 一架都七八十架 我們又看看另一個 美國的另一個盟友 又不會坐在這裏等幫忙 這個日本最近說了一件事 就說其實日本自衛隊 因為之前他們沒有通過了 他們自己的修憲 就說他們的自衛隊 其實理論上可以幫助盟友 那他們就已經走出日本了 所以因為那個集體自衛權 解禁的情況 基本上如果美軍受到襲擊 他們是可以協防的 所以如果大家幻想 如果關島被另一個國家襲擊 例如北韓或者大陸 什麼關島快帝 日本自衛隊是完全有能力的 可以幫忙的 那日本近一點的 日本近一點的 日本近一點 和日本理論上 都可以開放了所有基地 基本上美國 借了日本的基地 就可以完全打壓它了 所以整件事 是否日本一定要出兵 它可以直接在明正言順 開放所有軍港 開放所有軍事機 只是做一件事 後勤 只是打北韓 那整件事 就是我們叫做明正言順 所以基本上北韓 現在美日韓三方合作 其實都頗危險的 好 那我們就看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講美國和越南 這個正話 因為之前 歷史性史 南海的爭議 南海專門爭議之後 其實美國明白到 原來它在整個南海 基本上它是沒有一個軍事基地 一個都沒有 差不多 理論上 新加坡就叫做它最緊盟友 但其實對新加坡來說 也好 它都不是一個很長久和明正言順 不夠大的地方 還有它擠不得多幾 是啊 太小 所以其實它需要爭取更加多盟友 菲律賓之前是它堅實盟友 但是現在已經叫做長頭草 又去俄羅斯 又去中國 又去美國 三方面找到數 所以基本上現在它再找三盟友 就是越南 因為越南第一近中國 第二跟中國多牙齒印 牙齒印多 牙齒印多 所以他們近來跟國防部長 吳春曆 8月8日的時候 去了美國華盛頓訪問 跟那個Mad Dog見面 馬蒂斯 加強軍事合作 基本上美國下一年 2018年就會派出它的航空母艦 就會去到越南 嘩 這麼厲害 歷史適合 歷史適合 派哪一隻呢 據說就是卡爾文森 據說是卡爾文森 那時候美軍撤退的時候 真是頗虛陷 好像韓烈 西國很虛陷 那時候那隻直升機 湧到海邊 隨便找一架美軍艦就降落 然後降落 然後再有力 再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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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接人走 接人機就算了 人要了 是的 基本上他們今次會面 他們會討論他們的軍事關係 和地區安全 當然他們以前是小手力 但是現在就一起合作 理論上就擴大他們海軍合作 和增加的情報分析 這個開心過的時候 美軍重返菲律賓 以前怎麼知道 這個開心很多 因為其實越南有實際意義的 因為越南最棒的就是軍港 叫金蘭港 因為金蘭港很棒 這個金蘭港是天然海港 而且這個金蘭港正在 以前俄羅斯是租的 但是現在就應該收回 現在變成俄羅斯很怕美國租了 變成整個東亞軍 不用怕的 實會租 實會租 因為美國隨時會提供 越南很多的軍備 例如海岸防衛隊 一些退役做了盡螺旋 那時候很慘 那時候看著美國 美國人走 其實那時候北越都撐了 北越那時候只有十幾萬陸軍 打進去南越 其實那時候南越還有幾萬陸軍 頂到 就是因為美軍的時候 國會通過說要撤軍 連後勤也不可以 物資也不可以 很絕 打到南越軍 打到彈絕兩絕 打到最後直升機 有幾個日子走 就走到美軍 那南越就沒有南韓 沒有運氣 沒有運氣 所以可能又經過韓戰 那個挫折會不會 知道不可能這樣捱下去 所以如果美國人回到越南 那時候捱到 就不會有後面的越戰 真的 那時候越戰 捱到越南就不用那麼痛苦 對 就不用搞到這樣 不用搞到這樣 他現在搞到這樣 其實越南浪費了幾十年時間 但是沒有浪費的 一回來再制裁中共 有時世事難料 不要制裁 就圍堵 圍堵 好 那下一張 我們都在說東南亞國家話 另外一個 我們大馬 大馬話聲 這個馬來西亞海軍 出了一個調動 就是因為他派出了海軍艦艇 就停靠了一個島礁 大家說到南海島礁 應該比較敏感 南海島礁有一個島礁 叫做中岩礁 是 它裡面有一個海軍基地 很過癮 基本上這隻艇 大概是8月10日到中岩礁 嘩 這隻艇很小 很小的 因為其實是個礁 我想這隻艇只有100多噸 我想這隻艇只有100多噸 一百幾十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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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 我想你整隻船都捉到十個八個 你幻想到船員也是十個八個 其實那隻艇艇真的很短 44米 有快艇 是攻擊艇 砲艇 這艇艇很久了 是1972年時委託法國的造船公司做的 是嗎 所以歷史就很久了 這艇艇都過了40年 還在服務中 水域從來任何主要做 那基本上 為什麼這次有意義呢 因為原來它和新加坡 其實在南海是有些島嶼爭議的 當年是將它扔上海牙國際法庭 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之前大陸說 海牙國際法庭是一個 不受聯合國承認的一個國際組織 所以它說這些全部都是廢的 之前南海爭議時和菲律賓 爭論黃岩島和南海 十一段的時候就有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聽完就算了 新加坡其實也沒有特別抗議 這件事 所以可能和大陸 不知道馬來西亞有沒有說怎麼數 這件事就要看看中共 不過中共近來都會頭痕 所以就算有反應也不會這麼快 下一章就說到印度了 我們開始說 印度就是中國和印度 大家知道近來有個軍事糾紛 那時候糾紛基本上都沒完沒了 第一大陸不是說不敢打印度 但是它要將調兵險象是需時的 而印度在地理上的優勢 因為它下面有個優勢就是 其實它是不需要刻意守著藏藍 藏藍的地方就在它那邊 所以它的補給線是短一點的 所以印度有印度優勢 中國有中國優勢 但是真的要打其實也不合乎的利益 但是我們不要說中印了 我們說另一個就是 印度和俄羅斯原來會做一個 遠東地區的聯合軍演員 叫做印陀羅2017 英文的Indra 應該是Russia和India 兩支旗 兩支旗 其實他們這個聯合軍演 我想說之前是玩過的 玩過2016年玩過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針對著 可能是 印度也是俄式兵器的忠實用丹 沒錯 其實基本上俄羅斯是大佬 印度和中國兩個弟弟 兩個弟弟打架 大佬就兩邊抽水 之前是否做過中俄軍演 大家記得是波羅的海 現在輪到俄羅斯遠東 一次或一次 所以俄羅斯好像美軍一樣 全球不停做部署 基本上他們在遠東 印度會派出350人 有一個少將做一個領隊 就會帶他們陸軍參與演習 另外他們的演習都會在 比特大地灣 即是近日本那邊 模擬兩國面臨海空封鎖 怎麼辦呢 就由兩軍聯合打破封鎖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例如護航 做一個人道走廊 轉運物資 攻擊海岸線 佔領海岸線 對空對海的火力 一個實彈演習 潛艇戰術都會做 因為印度其實很在乎 現在印度洋 因為很多解放軍事 出出入入 基本上就很討厭大陸佬 印度人現在 為什麼大陸佬要經常出潛艇呢 就是因為他要封鎖海上線 以及要保衛他的能源線 所以大陸不停出潛艇 於是印度人、美國和俄羅斯人 都打算如何夾回中國 好 我們再講 再講一些印度的事情 印度原來和美國 基本上接下來都會有些軍事交易 因為美國太平洋司令 哈里斯已經提供軍事化的幫助 來近10年 之前10年已經有超過150億 例如那些他們沒有一個山地屍 那些山地屍有些超輕型榴彈箱 阿帕奇直升機那些 其實很多都已經在印度落地了 即是印度有俄式兵器 有美式兵器 其實它是萬國牌來的 蜘蛛都有的 所以美國接下來都會拉攏印度 另外一個值得講的就是下一張 說到印度有些人說它對米格29K 就不太滿意 俄羅斯說沒有這種事 純粹是暴風造型的 一個很權威的叫做Janes Defense 如果大家看了軍事也有提的了 我們要挑戰防衛 就講過了 基本上不滿為何你們俄羅斯的機 為什麼經常跌海啊 表現就差啊 基本上超日和號一上面那些 戰機因為只有米格29K 所以他們覺得好像被俄羅斯惡了 聽說他們現在還沒有製造一架新的 新的叫做維克蘭特號 這架就是之前好像反錯了 沒有記錯 現在聽說就是招標 招標就是我們在那個新的 即是接下來的專題我們會再講多一點 是 好,那我們就今天先講到這裏 在這張上去講 這張也講了一點 在這裏時間 這個就跟印度本身Made in India 一個計劃有關係 是 他們首先成立了一間C旗 叫做卡利利亞集團 跟以色列一個很出名的 這個拉菲爾 這個好像是做雷達、導彈那些 就成立了一間叫做 那些叫什麼 Joy Venture那些東西 是 叫做卡利利亞、拉菲爾那些公司 印度是大股來的,51 以色列的49 理論上主要是製造一些生產零件 以及為印度成為一個武器出口國 即是國產化的所有東西 對,例如大家看到這個 就叫做一個長釘 反坦克導彈 對,飛彈 這東西當然對陸軍來說就上當有用了 印度和拉菲爾公司簽了10億美金的訂單 接下來會買321部 即是支持自己國產業 這些反坦克的導彈和導彈做法 就看看印度成不成功反抵 好啊 好啊 好,我們第一節先來到這裏 OK